假髮服裝漾漾到位 新竹市代理市長邱成遠 扮成七龍珠角色和市民朋友 一起上街參加萬聖節大遊行 但去年的這一幕還歷歷在目 有人扮成新政治提款機 上頭提到攻擊金棒球長等字眼 暗奉前新竹市長高鴻安 當時被八名臉浦男團團包圍 還大剌剌抽起菸來 遭遠景一強制罪送辦 但今年一月 檢方卻已不起訴貞結 讓新政治提款機非常不滿 臉書發文對這結果感到相當困惑 更推薦大家當邱成遠代理市長 在遊行隊伍中時 一起含著棒棒糖 嚼口香糖 穿著機師服圍繞邱成遠 反正他那麼愛出國 而且這樣也不會構成犯罪 我想今天的萬聖節大遊行 是屬於我們新竹市所有的市民 以及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讓我們一起享受這個美麗 跟幸福的夜晚 那也呼籲所有參與的市民朋友 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要市民小心安全 同時警方也加強戒備 不讓今年遊行再出現插曲 華視新聞莊明憲 新竹報導 哈囉 我是林專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